歡迎大家回到要財財經台的直播時間 來到問答環節 先介紹我們解答股票問題的嘉賓 剛才已經預告了 就是我們事務總監國師志郭Sir 你好 爭取時間 想問郭Sir股票問題的話 現在就打電話來 電話是204-6566 又或者電郵給我們 電郵地址 ask at bschannel.com 事不宜遲 看看第一位嘉賓觀眾想問 為何旁邊接通了黎小姐 你好 郭Sir你好 早晨 6800我有貨 我21元入了 我想怎樣部署好 我又想買1109 1109我未有貨 因為我再加上6800好 還是再買1109好呢 兩周都有興趣的 兩周都有內房股 先講一下6800的情況 中海外 現價來講 23.3 稍微跌一毫 但嘉賓觀眾 21元的水平買了 有相當的利潤在這裏 有兩個多個利潤在這裏 怎樣做部署呢 好沒有加多住 其實兩隻都是我一直推介的內房股 兩隻都是央企 我自己認為 如果你有6800 真的可以考慮1109 華洋之地 因為未來的城鎮化計劃 一定是會推行的 而1109華洋之地 在二三線城市的土處 是相當豐厚的 當然知道 如果論形態 論表現的話 始終6800暫時來說 是稍為比較優勝 21元買了的話 就中線部署 暫時來說不需要多深 如果股價真的有機會 在未來一段時期 略為反覆 或者是回低一點點 其實後位再加注 這個問題就不是那麼大 比較難取捨的就是 現價到底這隻1109 應不應該再買 那就要看整個大市 現在市剛剛好在100天和250天線之間穿梭 到底今個月能不能再進一步向上推升 或者創更高的指數 其實很大程度上 是要看成交禁額的 按照現在這一分鐘來說 動力是不足夠的 只不過沒有什麼沽壓 就變成整個勢頭 是咬著高台而不下的意思 不過無論怎樣也好 始終都要看A股 現在上證指數已經回到2100點以上 是逐步逐步斷定的形態向上推升 很可能對港股來說 都有一個比較正面的效益 內房股作一個中線部署 你是選對了 其實我自己本人對內房 內需的汽車股和水泥的板塊 我都看得比較特別好 因為這三個板塊 都可能會是未來政策下放的時間 最受惠的幾個板塊 688和109兩隻都可原 但既然有688在這裏 有資金的話 不如後位買一隻109吧 暫時來講21.6、21.6毫半 似乎是剛剛試一個星期來的低位 會不會再向下走的話 其實都比較關鍵 因為最尷尬的地方 就是現在股價跌穿10篇和20篇線 再向下低一點就是50篇線 50篇線的防守性不是那麼重要 但一旦有失的話 多或少都會新一輪的反覆 這一點都要做好心理準備 暫時來講等等 看看試一試到50篇線 會不會試穿 不試穿的問題不是那麼大 如果試穿了就不要那麼重錘出擊 因為人一定要有兩手準備 8月份的市 到底是先低後高到尾 還是先高後低到尾 現在這一分鐘都不能夠太準確和大家說 反而9月10月份的市怎麼走呢 這個才是重要的 有些不明朗因素其實來講 都是比較難測 但是我始終堅信兩件事 第一 資金流是沒有小度 包括美國就算真的減少賣債的話 市場流動的資金都還是很多 這點是有利股市的趨勢 第二 A股已經是回到2100點上 對港股後市來講 亦都具備正面的效益 所以策略就是hold低來賣 但只不過hold低的低位到底是哪裏 那就要慢慢去看 好嗎 可以嗎 黎小姐 我問637有貨 10.58元 現在怎樣部署好呢 10.58元有貨 現在來講11.18元 同樣都有利潤在手 暫時來講有甚麼部署 見到中資券商股方面 會否看回整個板塊 現在是否暫時可以先維持 暫時先維持 因為如果內地實施T加0的話 即是說你今天買 上午買下午可以走 其實對交投來說是很大效益的 成交金額一大 最受惠當然是券商股 現在這一分鐘 如果你初步的目標 你可以輕輕看上11.9元 這是一個月的高位 也是一個技術上的雙頂的形態 過得到的 進一步向上吹升的機會是相當高 如果過不了的 暫時來說 亦都去到11.9元 可能要稍為止一止步 有貨在手 值得一提的就是 暫時來說先放一放 因為股價剛剛好走在 十二十和五十天線樓上 而恆指走在 十二十、一百和二百五十天線之下 即是說他的走勢強於大使 只是看形態影響之路急急向上走 暫時來說 11.9元是目標先 然後就是黎小姐的電話 我轉聽聽一下 各位家庭觀眾 旁邊有陳小姐 早晨 是 早晨 想問什麼股份 我想問一下 1060我是四號五買的 現在 我想問一下這兩天 就是這一段時間 可以回到四號五以上 好 四號五以上 好 家庭觀眾持有這個 1060 文化中國傳播 他在四號半指的時候買了 現在來說 是四號二指 暫時來說沒有升跌 下交一日 就要公佈業績 家庭觀眾想知道 能不能夠回家 響一下 是否應該看定業績 才再決定 郭Sir 可以先看一看 不過早前公司發了一個型起 預計上半年順利 讓我增長了大概25至35% 技術上來說 近期的股價 的確有少少反覆帶遠 但是既然早前公司已經發了一個型起 很可能現在的股價只是整股等變 四號半指其實都不是很高價 因為這裡是大概10天和20天線 樓上 更重要 反而我覺得應該看看四號七指 這個是五十天線 如果覺得到四號七指 上面就有個雙頂 大概五號四、五號半左右 這裡技術上來說 阻力會比較大一點 這一分鐘就做好少少風險管理 因為幾號指的股份 有時候走勢真的比較難測試 第一個技術的支持是四號指 如果你覺得不想輸太多 四號指是你參考技術上的止蝕位 你買幾號指的二、三線股份 你可以上網幾個先也好 一號指也好 但問題就是一下不對板的時間 甚麼價止蝕 大家記得這件事 幾號指的股份 有時候上落的波幅會比較大 如果買得比較重手的話 最重要就是做好風險管理 技術上四號指的支持就相當重要 一旦有失的話 意味著這個階段買的貨 可能會有部分作一個拋售或止蝕 到時的防守據點 將會退售到三毛八 這個就不容有失 看看第一個低位 第二個低位 第三個低位 如果三毛八指再失的話 這整個都會輸錢 你不走我不走 當然有人走 到時的股額會比較重 首先來講四號指做技術上的指示 如果自己覺得自己拿貨比較多 小心點 好 陳小姐問完這隻之後 還有沒有其他想問 還有一個338 想問一下 可以升到甚麼價比 你本身是有貨的 是嗎 是有貨的 甚麼價位買幫你做部署 兩個六毫八 兩個六毫八買了 現在來說兩個六毫三 稍微在賬面 是五線 現在338 就是上海石化 石油化 石化 做的是兩個六毫三 升超過1% 下海交易 公佈業績 郭Sir 您的部署 好 上半年可能有機會 扭轉個敗局的業績 短期來說 暫時來說沒有太大驚喜 兩個五毫九 到兩個八毫二 就在這兩毫子的幅度之內 是反反覆覆的 比較大的阻力 就是兩個九毫六 一個月來的高位 如果你在現在這個價錢 阻止買的話 我覺得不需要太擔心 因為嚴格來說 由五月份到現在 股價一路整固在兩個幾人錢之間 上上落落 是等待變化的 如果一能夠突破兩個九毫六的話 即是說可能最差最壞的那一刻 技術上已經是初步過了 下一個目標應該提升到 三個二左右的水平 如果拿貨不是太多的話 我就建議你暫時等等 如果需要定止洩位 就要看你自己拿貨多不多 如果拿得多的話 兩個四的防守性就很重要 因為一路以來兩個四都站得好穩 如果一旦跌穿了 就當然不太好 兩個四做一個技術上的止洩位 暫時看看有沒有辦法 突破兩個九毫六 過得到的話 目標放上三個一到三個二 策略暫時來說是這樣 好 多謝了陳小姐的電話 接著轉轉下一位隔壁觀眾 旁邊今次有Alvan Alvan 你好 早晨 你好 我想問2208和1171 甚麼價錢可以入市 還有沒有上網的空間 還有指示位置在哪裏 謝謝 好 先說2208 金豐科技 見到昨天公佈了半年業績 做得不錯 半年多賺近三成 見到股價大支洋竹上來 升了那麼多 今天來說稍為有個回吐 現在這一刻是跌2% 做4.8毫 嘉寧觀眾這個位置才去入 有建不建議嗎 郭Sir 沒有太太驚喜 是的 實際上來講 金豐科技上市的時間 我記得價是比較高的 17.9毫 曾經見過20幾元 結果想起多點 多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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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點到2.5元 跌了足足 不知是80% 或者90% 其實殺傷真的大得很厲害 從低位上來 很可能會有些技術上的回報 加上中期的順利有9000多萬 增長了29% 雖然不派息 嚴慕有少許摸底 但再看看 中期是三分的人民幣 我當你四仙港幣 全年八個仙 比你一毫子 好嗎 你的市盈率都是四十幾倍 我為何要選它 如果你真的選擇一隻金鋒科技 做好技術上的短炒 記得做好少許風險管理 我不覺得會有太大幅度的上升 暫時來說 可能你再向上走的話 第一個技術上的阻力位 應該是要回到裂口底部 要不然是5.3左右 過得到5.3 下一層再看 當然是5.6元 這是技術上的走勢 但由於低位抽升上來 已經相當的幅度 現在再追下去 放下指示位是4.6元 兩毫多指的風險 你願意承擔的 你可以賣少許上車 但基本因素方面 我認為是一般 講過股值的話 剛才我計算過數 我當你全年賺百分 比你賺一毫子港幣 你現在四個多人錢 講四十幾幾十倍的市盈率 我覺得我不會選它 不過你純粹是投機炒賣的話 基本因素就重要 最重要是看技術上的走勢 要留意 我想問現周煤1171 現價做7.111 跌11% 其實由年初至今 13元的水平 跌下來是5元的低位 再升上7元的水位 現價還沒有追入呢 看到煤價繼續走低 那這隻高分又能進入呢 郭Sir 近期反彈跌得多 所以有後抽 煤價格好像有政策去扶持 但實際上 煤電煤儲存量仍然相當高 況且煤價格 不可能好像三四年前 好像海鮮價那樣 說升就升 煤價升 電費就要升 電費一加 通脹就來 通脹來 阿爺就沒有發指 進行一些寬鬆 或者減息的政策 所以在整個經濟點來說 最重要的是通脹要受控 通脹要受控的話 生產成本不能上升 生產成本不能上升 最重要的是電費 你不能加 電煤的價格 暫時來說 沒有太大的憧憬 搭順風車 我沒有意見 因為很多時候 投機炒賣的話 最重要的是今天買 明天升不升 但問題是 基本因素 真的有少許欠貨 現在這一分鐘 阻力暫時來說 是7.5元錢 如果硬要上車的話 不對板一跌穿了 大概是6.8元 或者6.5元 技術上 你就要考慮 需不需要止蝕 有其他板塊考慮的話 不如買其他板塊好些 謝謝Van的提問 今天轉聽聽齊小姐的電話 看看有甚麼問題 齊小早晨 你好 我想問那張3988和1288 這兩張 不知道庫好些 大大好些 本身是有貨的 有啊 中國銀行 中國銀行3988 兩家日公佈業績 現價做3.33 跌下不及1% 農業銀行1288 現價做3.38 同樣跌下不超過1% 下一家日公佈業績 兩者來說 都很快將會簽業績 加年觀眾有貨 是否應該看完業績 之後再作決定 郭Sir 業績可以看完 不過我跟你說 沒有驚喜 真的不會有驚喜 現在兩隻銀行股 3.88 市盈率只有5倍多 息率有6.5厘 相當好 至於1288 市盈率只有6.2倍 息率同時有5.8利息 兩隻股值不算高 但焦點應該放在哪裏 未來內地利率政策 將會市場化 即是說銀行在利息收的方面 是會略為收窄 這大家都知道 至於一些理財產品 由於競爭比較大 即是說整體的業務 不可能像過去幾年一樣 高速增長 高增長的年代過去了 但平平穩穩問題不大 中國還有很多政策 可能會推出 包括一些房建 包括一些基建 還有龐大的城鎮化計劃 所以從遠景來說 問題就不大 你買得來銀股 就不要保住投機的心態 不是代表今天三個月 買明天三個三個 就能走那隻 如果你要炒短線 不是說不行 你成交金額也要配合 以現在成交金額 只有四百多億一天 根本上就沒有動力 升五格或跌三格 根本上是上落代變的意思 沒有太多意思 順帶一提 明天就是今個月 旗子轉倉的高峰日 後日就是旗子結算 如果好倉大會會反擊的話 幾隻重磅的南籌 都會成為催星的對象 包括三九八八同樣如是 我不覺得你是有迫切性的回套 除非自己等錢用 如果不是等錢用的話 就中線持有算數了 任何人士買內銀股 都會抱著這個心態 千萬不要想著 今天買 我下午走 我明天有錢賺的心態 大成交之下 股價上升的時間 是會有個機會 給你捕捉這些短利的 但一般的情況之下 中線就比較好些 謝謝郭Sir 這次問答環節就到此為止 我們先跟郭Sir做新報 剛剛所提及的股份 自己有沒有持有 我持有少少少內銀 謝謝郭Sir 這次的問答環節 將會在11點05分 對於再解答大家的股票言論 我們回到法特廣場的環節 我們會見